往往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多金的时候 往往是比得非常不好的时候 在05年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 临出发以前一天 在最后一次训练的时候受伤 打着封闭去到了东亚运动会 但是在赛前的24小时 因为确实是伤病控制不了 所以从主力位置被替换下来 那坐在替补席上 就是每天是非常非常很痛苦的 我其实一直都是从二线 希望每一次比赛往一线的位置上去争取 那这个时候 东亚运动会其实是个比较小型的比赛 但是也是锻炼新人的机会 那也是作为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比赛来累积经验 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那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受伤坐在了替补席上 然后没有去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就会觉得很遗憾 那种心情是让我刻骨铭心的 那从那以后 我对每一次大赛前的 每一天的训练 都是非常非常小心 平准一切 我会尽量一些 但是我却尽量的 我的多数